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胡琴坊 他有一本书的名字我很喜欢 叫烂情者 办公室里故事很多 这我很感兴趣 但是今天呢 好像咱们仨共同感兴趣的一件事 是我们法国 不是我们法国 他去了一次法国之后 就变我们法国了 这就是观众又该骂我卖国贼了 我说我第二组国是法国行吗 第一组国是中国 所以你就看着我们法国人的立国精神 这个自由平等博爱 你看这个萨克齐总统夫人 西西利亚 你们台湾翻译叫什么 西西利亚 西西利亚 毅然就不要这老公了 你先看看这照片 这个原来是模特啊 这个萨克齐比他矮多了 对吧 你看这个西西利亚 你再看下边 俩人当然也有过蜜月期了 但是他这老婆本来就是呛别人的 然后你再看一下 你看还还还还还自行车赛呢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我看出来 我有一个佩服的 过去说权力是女人的春药吗 权力是对女人用的春药 对啊 我就看到人 西西利亚 就是不练你这套啊 什么总统夫人 我不要在这个聚光灯下的生活 我要能随便去超市买东西 看不惯你这个对权力太痴迷的老公 就真离婚呢 我天啊 而且他还是之前又有男朋友的 对 他也公开跟媒体说了 说我之前有个挺好的男朋友 现在纽约是吧 对他们是2005年跑了 在纽约被媒体拍到照片 对 然后后来呢 他就算了 就回来还是跟这个老公再败 但当时已经很多人 其实他在因为萨尔科齐没当选 才没多久嘛 他当选前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说 他们俩迟早会分手 对 所以现在暂时复合呢 只是为了帮他一把 为了这个选举的缘故 哎 我倒看出因果报应来了 我跟你讲 很多男女关系 你这把连完整起来看哈 他这个真是一报还一报 怎么说 怎么来的 就是说你最后全着落在你头上 他这个萨科齐这个老婆 为了本身就是当年法国那个电视明星 叫亚克马丁 在婚礼上 你记得吗 在婚 他参加人家的婚礼 那个新娘就是西西利亚 他看上了人家的新娘 他那时候是市长 他主持 而且他那个时候本身就是有妇之夫 是已婚的 然后就开始公事 就一定要把人家新娘老婆 给呛过来 这么厉害 结婚你看 怎么来的 他也怎么去 你们这结婚的时候 结了婚之后 他就一直 还是这种理论 香港 香港话叫孤包嘛 一次一次 他这老婆跟着别人男人跑了 对 跑到美国去 跑到哪去 你记得吗 他一直忙活着 说萨科齐就是说 去年一月份的时候 说好不容易就把老婆给劝回来了嘛 然后这个开国务会议呢 只要发信息 只要打电话 马上中断会议 就是他看来很不愿意失去他这个老婆 所以你看你说是不是一报还一报 对 你说是不是 像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道理 可是我在想的是说 他们这一次表面上好像他们分手 是不是真的分手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怀疑的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感觉上这个只是上 事实上是个权力的地下话 因为他如果他是当第一夫人的话 他所有的一言一行 他要跟他丈夫一样被国会 还有全部的民众监督 那如果你记得的话 他八月份的时候 他帮他先生做了一件事 去利比亚 对 他去利比亚 去利比亚拯救什么保加利亚的什么 什么人家护士 护士 人质吧 对对对 因为那些护士被控说 他们是有意散播艾滋病毒 然后就被判死刑 然后被软禁 然后那个审判很久很久 然后呢 西西利亚他就去了 去了 然后因为他的身份是很奇怪的 他又不是外交部长 他什么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第一夫人 他却代表了法国做了这一个 不管是公开的 就是这个任务 挺有光啊 对 但是后来被很多人骂了这事 是 那他回来以后国会当然就是说 那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国家去谈呢 那他就希望他去报告 他当然要被检验被监督嘛 他就一直没有去 那现在就离婚了 然后 他们毕竟还是有四个孩子在一起 他们还是会 而且 你的意思是他们俩 假离婚 表面离婚 私下离婚 我倒不觉得他是假离婚 可是我觉得 我一直说 他们两个的分分合合 已经是一个 几乎是一个爱情史诗了 就包括你刚才讲 就是说他们怎么在一起 他们怎么 怎么分手 然后怎么又抢活来 又干嘛 那他回来 Sosa Kosi也讲一句话 他就说 我深深爱着这个女人 然后他说 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分离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分开 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他自己都这样讲 但是你看 他这个Cecilia 就上了巴黎那个话报封面嘛 他说的话也挺有意思 他说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我没有抛弃他 但是现在他已不再需要我了 说实话 我已不能给他所需要的东西 他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他应当获得幸福 但他说 如果我这个太太状态不好的话 我没法让他幸福 我过去完全把自己交给了我的丈夫和孩子 我并不后悔 但是这些年 我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们只是处于特殊地位的一对普通夫妇 我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没有挺住 这本身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 应当受到指责的是 为了保住面子而虚伪的生活 你小人说得好 当一个人都再无法真实的面对自己 他应当做什么 不过我觉得像你刚刚讲 你刚刚说那种状态 就是他会不会是一个假的 一个分手 会不会是伪装的 但会不会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要伪装的话 你想想看 他一旦离婚了 他没有了第一夫人的身份了 他可能也就没办法 在做之前他做得到的事 当然你想想看 他用第一夫人的身份去利比亚 帮欧盟去斡旋那些保加利亚护士 希望放他们回去 都已经要被人吧 将来他总不能挂这个 闲头教授 前法国第一夫人 那就更不行 除非他还有别的想法了 因为我想 有时候政治上的这种婚姻 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的 如果两个人 因为刚刚我们在台内 有个假设 就这个西西利亚 他没有野心 他没有权利欲 但是呢 你刚刚那个说法 是再转回来 假如他有呢 他们应该怎么办 假如他有呢 我愿意想象他没有 而且我觉得人家 我觉得你是觉得他很美 所以你觉得他没有 可是我认为 其实他们是有的 原因是因为 西西利亚是很有名 他长期以来 他都是Sacosy的政治顾问 这是巴黎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甚至他当选以后 他任命的那些内阁 都是他的推荐 包括他 他用了第一个 少数民族的 一个北非出义的 北非义的一个人 变他们司法部长 那个人事实上是西西利亚的 当然现在这些人发慌了 我倒是看到 说他离婚 有个什么政治作用呢 说在法国里边 有个叫西西利亚党 就咱说的那个太太党 就是你说的 就通过西西利亚这条关系 上来的一些官员 大家一离婚 我的位置在哪呢 是 就好比说是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陈水扁那个吴淑珍 从他的那帮朋友当了官的 怎么嫁入他跟阿扁离了婚 是 但这个问题是哪呢 文韬就是 所以你从这些算 你就看得到 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 你刚刚你愿意想象的 那么洁白单纯的一个白雪公主 我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 事实上 他是深深卷入 现在法国政治的 那么 这样的一个人 你能够说他完全没有权利欲或野心吗 这不大可能 就算没有 就算没有 你觉得他现在这个离婚 他就是为了说好 我以后什么都不管了吗 我觉得也很难就这么抽身而退 所以真有可能他是这种策略 他不一定是假离婚 但是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这里本身的理论是说 我的想法是说 因为法国人对这些婚姻或私人关系 其实不在意 他们根本不管你总统在干什么 密特朗有情妇18年 对 没有人管 他们根本不 他们就是不在意这件事情 那今天为什么他要来出来说 我跟他离婚了 然后如果你记得的话 社会党的候选人贺亚尔也是 那个女的 对 他一落选 一个月以后就说 就离婚 他们本来有结婚了 就是反正就分手了 对 那我觉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说 他做这个动作 就是为了一个政治动作 因为他自己的那个伴侣 他同居25年的那个伴侣 明年他们要 他要选那个社会党的党主席 对 那贺亚尔没有选上总统 所以他也需要一个新的政治舞台 所以他一直就说 那我现在跟他没有关系了 我就可以跟他公开的竞争 所以我一直就说 他可以 他其实可以 就是他们两个各玩各的 对不起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公开的 去做这个离婚的动作 对 而且他能够做一个创纪录的东西 过去法国总统 他就是以台湾人之眼 受法国人之父 这很有可能 这真有很有可能 本来你难道怎么办 难道说萨尔科奇应该要创纪录 幻想的法国人也这么阴吗 就说以前秘策了 他顶多是自己外面有情妇 萨尔科奇创一个记录 是第一个总统 是老婆给他戴绿帽的 对吧 对吧 那怎么了呢 那没什么 但是问题是 这不有趣吗 有趣的就是把它搞成政治化 你要同时想想看 别的国家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对照 你就看到 就是夫妇俩 对政治都很有兴趣 都要搞政治的时候 他要怎么搞 该怎么做 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最明显就克林顿夫妇 对不对 对 你知道克林顿夫妇 比如说最近 美国那本纽约杂志 才做一个封面 画着克林顿的像 叫她是未来的第一夫人 因为克林顿现在就 马上面对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她老婆 出来选 她该怎么办 对 她每次助选都很困难 一方面呢 她是个超级明星 克林顿 每次去都吸引大量的人的注意 但是 她又要告诉大家 我不是主角 这个看着是这个 这个克林顿才是主角 那么于是她每次都进退为难 两个野心家 一对黑夫妻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们把我对这个 塞西利亚的美好印象破坏了 这只有可能是这样 通常我们呢 比如说都是野心家呀 或者那种权力一局强的人 就比较讨厌 对吧 这种心理也很有意思 就是为什么比较讨厌这种人 我最近也在想 就是想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 坏人能不能干出好事来 小人能不能干出大事来 这其实是个 比如说像那个 塞西利亚 他跟我一样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老公啊 对于权力 看的就像那个 斯特拉迪瓦利家族 造的那种小提琴 那是很名贵的小提琴 我常常想 就过去女人 比较喜欢老公 说她 说你是我的 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 那小提琴 也像个女人的那个曲线 女人很甜蜜 但这时候他发现 实际他更爱的是这个权力 而且呢 我最近研究 我还发现一句格言 就是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压抑 哪里就有疯狂 我看萨克齐 当然我 我我我我 我瞎说啊 我觉得他可能压抑 为什么呢 他小时候啊 是移民的这个家庭 对对对 而且呢 父亲 你看他们家要不说 一报还一报 他爸当年就跟着 别的女的跑了 所以一代代 他不就受过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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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回了 他不幸福 他不幸福 而且移民 而且呢 就在咱们学校里 他有口音 孩子瞧不起他 所以他就个子矮小 所以他从小就说嘛 说我不是想当总统的问题 我必须当总统 我得证明给你们看 你看这种 哪里有压抑啊 他哪里就特别 而他也在法国总统里 比较狂的一个 这听起来像是 拿破仑理论就对了 他也常自比为拿破仑的 对 真的吗 对 因为他也是个子矮嘛 他要勇于改革嘛 他现在总说 他要怎么样改革 法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 这种福利制度啊什么 你比如说 他就说自己要做拿破仑 我那天看一段话 说他打破了好多禁忌 说法国人说呢 所以过去法国人传统上 认为谈钱 谈财富 那就跟偷盗差不多 但他呢 带劳力士 然后坐上那个大富翁的游艇 对 是吧 就这就是展现财富 然后法国人比较讨厌美国 对 他就公开的就要跟美国交好 就美国好 他其实有点狂嘛 嗯 他他他那个 他的那个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是 他是第一个那个总统坐着 敞篷的跑车 有整个香蟹大道 然后而且还从车上下来 跟所有的民众握手 对 这在过去法国总统 是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人家那时候说 他是美国的甘乃迪 就是这个意思 对 美国式的作风嘛 对 但是我想回到一个东西 刚刚他他对这个 Cecilia的美好的 你再谈这个就是 你觉得女人 我觉得因为很多男人啊 他们都会觉得女人是 不会有权利欲 对 这个他可以回答 对吧 他就算有权利欲呢 他是寄托在 他身边的男人身上 透过那个男人来 对 所谓男人的权利 就是最大的春药 这当然里面有很多层意思 其中一个意思就是 你觉得那个权利 是能够透过他而获得的 那你觉得女人会有这种 女人怎么看权利 她女人自己的这种权利欲 是怎么样的 我不能代表 虽然我是女性 可是我不能代表 权金女性去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 那个东西很有意思是说 因为以前过去的状态是 女人的确她是一个 被动 对 她是在家里面的 她不在社会上面 所以呢 所以她必须要透过男性 因为以前是父权制度 她绝对她要透过她的孩子 她的丈夫去完成所有事情 可是这不表示女人的 没有权利欲的原因 是因为 你看看以前所有的那个 七妾成群 三夫四妾的那种状况 女人那种大老婆 小老婆之间的玩 斗争 那个就是权利 其实那就是个权利欲 我觉得女人权利欲 比男人一点都不差 过去的问题是 她们没有机会 对 现在有机会了 你看这个新生代的妇女 好家伙 彻底把男的打颓了 你知道吗 各行各业 兵败如山倒啊 你不觉得 有体会 说的好像 以前 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 对对对 那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 你知道吗 我们算乞丐了 对吗 那反正就就是 贫富差异 贫富差异 就在我们这 就体现的最清楚 没错 怎么不然变得是男性 在埋怨的 在什么年代 没错 你知道就 我就刚才咱们还在聊 最近有个特别火的电视剧 叫奋斗嘛 是 他那里边就讲 说现在80后 不是说传统上 说这个 哎呀 你说女孩子 这个希望找一个 有力量的男人 不是 是女孩子说 我要成功 你要帮着我 你得帮着我走向成功 我自己要成功 对 我倒问你 现在我觉得好像周围很多朋友 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说权力 到离婚的时候 就显出你对什么在乎 比如说你老公 是一个高官 名望极高 权力很大 那么你只要一跟他离婚 就失去这一切 尊重或者是什么 那么你觉得 假如你离婚的话 这会是一个 很难抉择的东西吗 同样的 我不能替所有人回答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 Case的话 我觉得其实 你就是你讲说 你在乎什么吧 那我觉得的确很多 女性是很在乎 感情跟爱情 这些 就是男人 我也不能替你们回答 可是我自己的观察是 女性的确很 在乎感情 超过于男人 我是这样想 因为原因还是 但是还有你讲感情 这里头还有一种东西 就比如说 我估计在中国人社会里 更明显 就是说你还得 为你老公考虑着 比如说事实上 咱俩该离婚了 但是呢 因为这种传统的东西 他那么高的观 如果这离婚呢 对他本身 实际上可能是个 毁灭性的打击 也许对他很不利 那么这个时候 该怎么选择呢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扯到色界这件事情 对 没法 就是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在讲那个王之家 为什么最后一秒钟 放那个易先生走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你的疑惑啦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也有人讲说 很多女人 有人评论 就是批评张爱玲 就是说 他把 就是很多女人都 自以为是王家之 对 我刚才讲错 是王家之 然后呢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男人 都是易先生 就是说易先生的那种 最后一秒钟 事实上是 这个王小姐死了以后 易先生有一天才恍然大悟 说其实 她是爱我的 就是说 可是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男女的状态的 不太一样 所以我其实很难 很直接回答你这个疑惑 可是我觉得张爱玲 有回答你的疑惑 对 就的确 你在讲女人跟权力 女人并不是 女人也是人 她当然对权力也有一定的想象 跟幻想或什么 她一定有一定的欲望 可是她在最后一秒钟 她可能是 我不知道算是母性也好 女人就是一个 她是比较保护性的 她对自己喜爱的东西 因为男人是去拿 去争取 女人通常是保护了一个 保护者的一个动作 所以她一旦觉得 她是爱你的 你是在她的范围里面 她关爱的范围里面 她的确是会做某些超乎 寻常的举动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有人说 说这个男人治理世界 成绩很糟糕 要不换女人 看来实际啊 照张爱玲的话说 这就是病急乱投医的办法 换女人更危险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刚才这个女界代表 发完言了 东亚病夫界 你谈谈 从这个东亚病夫的观点看 你这样子就是 今日男人的样板 对 没错 就是一个 但这种人是不是 床上会很厉害 一间人就是肺牢嘛 对吧 又聊色界了 但话说回来 就是男人啊 对权力的执迷 那种着迷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他是反过来 连女人都是成为一个 他获取更大权力的一个工具 或者装饰品 因为很多男人你看 比如说我们也见过 有一些人 他达到某个位置 在事业上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开始嫌弃 过去跟他在一起的女人 不够了 不够好了 不够体面了 这是传统所谓的 昭康之期啊 陈世美那种感觉就来了 带不出去了 带不出去了 而且你知道 我觉得有的男人 我就慢慢看出来了 他太可笑了 他找老婆呀 不是为他自己找的 对比他自己喜不喜欢 他更重视的是 他周围的这个社会圈子 对 你们喜不喜欢 比如说我找了个大明星 哎呦 你们看 我我我 对 我可牛啊 他找老婆是为朋友找的 没错 对 对 你看 所以他在 但这所谓长面子 不就是一种权利欲吗 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 我一定是达到了某种身份 地位 我才可能拥有这样的老婆 正如我拥有某种财富 我才可以开这样的车 对不对 这是同样的逻辑嘛 所以男人是 到了最后是为权利而生的 但是你看我也是男人啊 可能我也不自觉的 也在追求权利 可是我总是很讨厌那些权利欲强的 你说东亚病毒中的病毒 真的 我我我我 我觉得是有这种问题 就好比说 你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 你瞧不起他 你觉得这是个坏人 或者是个小人 但是呢 他从事的可能是进步的事业